今天的内容呢分成这样几个大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我先给大家解 先给大家讲这个未运算和疑未运算符 那有人说这东西我们不是以前提过吗 是这样子的 根据我的经验 根据我的经验 我我觉得真正能把这个未运算符和疑未运算符搞得很明白的 并不是特别多 因为这块是一个难点 看起来好像就一个尖括号或者两个尖括号 它其实里面蕴藏了这个我们这个计算机 它这个加减乘除的一个最重要的原理 相信大家都学过的 就是二金字里面提到的圆码 反码和不码 那么我们来好好看一看 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一个内容 我们看第二个内容呢就是这一块 第二个内容呢 那我们今天讲的是这样一些东西 就是集合框架 范形和异常 那这三个内容 实际上呢 我们也是杀了这个教程在走的 就是说 只是说韩老师讲课的时候 有可能顺序啊 他不是按照这个教材给的 因为我觉得教材有时候给的顺序 他不是特别合理 就是有些时候呢 那个地方 那要讲那个知识点 感觉就是学生 就是我们会感觉的好像衔接不上 所以我把这顺序可能有些调整 但知识点全部都给大家了 全部都给大家了 OK 我们先看呢 当然就现在 我先把这个关闭一下 我们节省点内存 我们先来给大家讲这个 二进制 未运算和一未运算符 那么怎么来讲 这个呢 咱们上来过后呢 就希望大家掌握的目标是 掌握计算机二进制的 这个应该是这样几个东西 二进制里面提到的这个 什么叫圆码 还有一个叫繁码 繁码 还有一个就是补码 很重要啊 但是这个东西你学好了 会对你特别有帮助 第二个呢 就是充分理解杂瓦 未运算和一未运算 这两个东西 基本上一般来讲都有个考题 都有个考题 OK我们现在呢 先这样子啊 先给大家出一个题 也是现在抛一个问题出来 让大家先思考一下 来们看看 这件代码呢 大家都能看懂了 inter A 等于 一 这个 两个 向 右的 这个坚决号 叫什么呢 叫 算术 右移 叫算术 右移 待会我会说 大家看我先用了一个正数 一 然后呢 我紧急着写了一个负数 负一 我就像 要来一个正数 要来负数 我们到先就来看 它的结果是多少 紧急着呢 大家也看到这样一个符号 它是向左的两个坚固号 这个叫算术 左移 这叫算术 左移 那么我也 据了一个正数 正数和据了一个负数 紧急着呢 更奇怪 还有一个这样的符号 是三个向右的 这个叫什么呢 这叫逻辑 逻辑右移 逻辑右移 待会我们会说到 那么后面呢 我就希望大家看看这个 让大家回答 这个ABCDE 他们分别是什么样一个结果 什么样结果 当然 可能有一部分同学 已经可以知道 这是什么结果了 但是呢 其他同学可能还不太知道 我待会再往下面讲 这是第一个问题 大家先 这个脑海里面想知道 就是待会老师可能要讲一下 这些是怎么来的 这个结果是怎么样子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再看一个 再看一个思考题 请回答 假话中 下面表达是运算结果是什么 你看前面 这个是一个波浪号式的 这是实际上就叫取反 那么二 看问等于多少 这个 这个呢 叫二 与三 这个是多少呢 待会我们会说 这个原则又是什么 然后呢 二 这一个树干 有些东西告诉我们学过两个树干 那个叫逻辑货 但是这个一个树干叫什么呢 叫未货 待会我们会说到 那么我举了一个 二 这个是正数 这个是一个负数 看看取反又是什么回事 不要小看这个东西啊 有些时候你搞不明白 一下就明到这了 然后再举了一个稍微复杂的 其他的 我还有个这个 这个这个结果号 它是向上跑的 这叫疑惑 未疑惑 待会我们也看看这个又是什么一个结果 实际上你们现在也可以想想考虑一下 如果这个题给你了 你会怎么去做啊 你会怎么去做 一边想问题 一边听老师讲东西 你这样消化起来很方便 好 接着咱们一下看 好了 前面的问题已经抛出来过后呢 我现在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要你要真正把这些议题都能做会或者说你一旦保证你做的这个结果是正确的那你就一定要明白一个二进制这个基本概念什么叫二进制呢 二进制是这样子的二进制是逢二进位的进位制一零是基本算符 大家可能一直都知道计算机世界都是二进制他只认零一但是我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咱们计算机要采用零一这种进制呢 因为在我们这个如果研究研究过这个就是这个电流这种这种设计的人知道一和零啊是这个一个正一个负向上向下 这它这个是最稳定的一个状态 它是最稳定的状态很很一般不出问题 一个向上一个向下一个正一个负这样子呢 它就用零和一来表示用零一这种形式来表示一个数就在计算机世界里面特别稳定 像学那种电子工程的人就知道了 我们没有没有怎么学过硬件 但是呢它这个零一是在这个电流世界里面最稳定的一种符号 所以它一般不太容易出错 你要是用实进制的话可能就不太稳定了 电充波嘛就是零一的一个正一个负 好了 现代的电子计算机技术全部都是采用二进制的 不管你是用C还是用这个杂瓦还是用其他里面都是用二进制的 因为它只使用零一两个数字符号非常简单 一于电子方式的实现 计算机内部处理的这个信息啊都采用二进制数来表示 二进制叫binary 那么数用零一零和一表示极其组合 两个数字极其组合来表示任何数 就是零和一可以表示现实世界上任何一个数 这位规则是逢二进一 我们实进制是逢十进一 数字在数字一在不同的位上代表不同的值 从右注意啊 它是从右至左的秩序 什么意思呢 就是咱们的右面是低位 左面是高位 比方说我要打个比方啊 我要打个比方 比方说在我们这个杂瓦世界里面呢 我就说杂瓦 为什么要说杂瓦呢 因为不同的这个语言啊 这个int它未必都是四个字节来表示的 你看以前在学纯C的时候 甚至在不同的这个机器上 它的那个字节数都不一样 但现在慢慢慢慢就统一了 在IBM机上它可能是两个字节 在另外惠普机上它就可能是四个字节 现在杂瓦它不存在的问题 杂瓦魂关是在哪个机器上 不管你是哪个硬件 它都是四个字节 那么假设我们这个是一啊 假设在假 我先前提是杂瓦啊 应该A等于一 那么它在这个计算机试验里面 它怎么表示这个一呢 注意它是这么去表示的 这个一的圆码 我们先说圆码 这个又开始出问题 我们先说一个语言嘛 这样子啊 首先你要知道 它统共有几个字节呢 有四个字节 四个字节 而且大家一定要明白 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 就是一个字节等于八位 这个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信息 就一个字节啊 等于八位 一个字节等于八位 所以说你们看到没有 有些时候 你们看你们那个上网的带宽 这些人可狡猾了 他的带宽说 二百 比如说是 二百五十六 或者是一百二十五 它是KB 你看它是KB哦 你不要以为它是 那个B代表bit 不是byte 你看那一下就少了少了八倍 比如说你网络的带宽是多少 有人说我是一百二十五 KB 那其实呢 真正你的带宽要算下来的话 这个B是B的 如果要换成字节的话 你要一百二十五除以八 你算下你是多少K 所以这里面这个猫腻很多 再比如说 在中关村 你要去买这个 这个硬盘 硬盘的话 有人说我买的硬盘是多大呀 所以我买的一个硬盘是这个八十个G的 可是呢你你有没有发现 你到装到这个 装到你的这个电脑上 你会发现它根本不满八十个G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按道理说计算机这个一兆啊 它应该是1024K是吧 可是人家不这么算 人家这个卖的时候是一兆等于一千 所以你一下就亏了 你这么去算啊 并不是说这个少了 有些同学回去一看八十G 根本不够 就是七十来个 七十多 然后呢就去找别人 不是那么回事 人家就是按这个算的 那就按这个算的 那当然得那么算了 大家都那么算 是这么来的啊 好了 这样子呢 这个一啊 它在这个圆码 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形式 这个可能就不够画了 先画大的四个字节 每个字节里边呢 我画 哎呦 这个画太恐怖了 一个字节里面有八位 八个bit 你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其他这个一此类推 我就不句话了 其他的一此类推 我就不句话了 好了 那么这个一在里面怎么存放呢 待会我有个原则 要给大家说啊 大家看 首先啊 高位 最高这个位 就是这个书这个位 最高位表示的是符号位 符号位 那么符号位 它是怎么来规定的呢 在杂把里面 它这么规定的 当然其实也不是杂把了 所有的二定制都这么规定的 符号位 零 表示 它是一个什么呢 它是一个证数 它是一个证数 一 它表示 是一个负数 负数 这点一定要明白 好了 其他的就一此算 算就算了 你看啊 那么这个 他在第一位 这个地方呢 我画不下去都应该是零 其他这种就开始全部是零 你算吗 全部是零 我不画了 这全部是零 全部是零 到最后这一位 最低位的地方 来一个一就可以了 你们看看是不是这样子的 是吧 这个就是一 因为这个 首先你看符号位是零 是个证数 然后再看 最低位是一 其他全是零 那当然就是一了 倘若这个第二位 这个也是一的话 你就这么去算 就实际上一 加上一乘以 二的一次方 为什么这是二的一次方呢 因为他这个 到第二位了 我们实精子也是这么算的 你看啊 48你是怎么看到 他是十的呢 可以这么去看 等于相当于这个 这个是他最低位 八个位 加上四 去乘以 十的几次方 一次方 你看这个 可不就是八 加上四十吗 这边就是 这个最低位 一 加上一乘以二的 这个看他的位 第几位 第几位减去一个一 刚好就一 这样就一下算下了 比如说我在 往下面看一个啊 然后这地方 最低位再是个一 你就这么去 看他怎么来的 就是首先是最低位 这个地方一啊 从这开始算 从低位开始算 就是一 加上一 乘以二的 几次方呢 一次方 再加上一 乘以二的底次方呢 这个应该是二次方 所以这种算下就是 一加二加四等于七 啊 就这么来了 其他的方法 我就不一个个人 那么去介绍了 这是二进制 有最基本的原理 好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个 负数 他会怎么去存放呢 你再看一个负数 怎么去存放呢 一样的 其实非常简单 我举一个最简单 负一 我们明白这个东西 过后呢 后面东西就好讲了 啊 负一 负一其实我就不 话那么复杂了啊 首先他的最高位 显然是一 为什么 因为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最高位表示符号位 一表示负数 好 最这地方 这地方就应该也是个一 中间这全是零 啊 这就是负一 好了 大概明白这个道理了 好 完了 过后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那么 现在我就要提到这个 圆码 反码 补码 圆码 福码 圆码 反码 补码 有些时候你看书上 解释的太复杂了 我这里就经典几句话 咱们可以这么说 就说你把我这七句话 这一共是七句话 都写出了 你把这七句话都记住了 应该说这个反正差不多了 我觉得基本上能应付别人问你 问你任何问题了 哪七句话呢 首先大家要记住 对于有符号的数而言 我们是这样子的啊 反码 补码 这个是对有符号数而言 如果你是个无符号的数 那么我们一般不去提他的反码 和不吗 那么还 但是甲瓦里面呢 他全部都是有符号的数 呃 这里面有那种没有符号的 就是优善那种 但是甲瓦里面全部都是有符号的数 所以第一句话是 二进制的最高位 是符号位 您表示 这写错了 您表示正数 正啊 您表示正数 一表示负数 这是第一个 第二句 呃 很重要 正数的圆码 反码 补码 都一样 太重要了 这句话可不是闹得完的 因为我原先学的时候 我老爸正数也去取反 取 呃 然后取反了 我再加一 整个我后面都晕乎乎乎的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后面才明白正数的圆码 反码 补码 都是一样的 你不要再去给他取反了 正数在这个计算机里面 是什么样子 就是什么样子 啊 这这点一定要明白了 第二点 负数的反码 等于什么呢 负数的反码 等于他的圆码符号位不变 对 是等于他的圆码符号位不变 其他位取反 何谓取反呢 就是零变一 一变零 取反的意思就是 零变一 一变零 啊 是这么一回事 好 请接到第四句话 负数的不码等于什么呢 负数的不码等于 他的反码加一 就在他反码这个计算 再加一个一 啊 是这样子来的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零的反码和补码都是零 零的反码和补码都是零 第六余话 贾瓦没有无符号数 换言之 在贾瓦这个世界里边啊 他所有数都是有符号的 因此呢你就可以买政府来看待 第六 第七句话 相当重要 在计算机运算 运算的时候 都是以补码的方式来运算的 都是以补码的方式来运算的 比如说我们像我们来这么去理解一个东西啊 我们来这么去理解一个东西 比如说 呃 在这个世界里面 他是这样子 比如说一加一 就这么这么一个运算 在我们这个计算机试验里面 他是怎么做呢 他先把这个一啊 做成一个做成一个什么呢 都先把它换算成他的补码 但是因为一是正数 所以说他的补码就是他的运码 而这个一呢也是正数 所以说呢 他就这么均运算 就相当于这样子 零 注意到我说了 这啪叫一 这个也是也是正一 所以说零也是一 你看你把它加起来就行了吗 因为因为他的运码就和补码一样 所以你就完全可以这么去做 你看 这样就等于多少啊 就等于 所以这个进 呃 逢二 逢二进一嘛 就零 一 符号位当然不编了 这样加起来 这个 零加另还是零嘛 所以这就等于二了 就出来了 那我们再看一个有负数的啊 注意看 这个很重要 就是一 减去一个 二 我故意把它减大一点 这个球就有点 这个可不是我们那么想的那么简单吧 他这样子在做的 在这个 呃 这个计算机事件里面 他一看减啊 实际上他也当做加来做 他怎么做呢 他等于是 一 加上一个负二 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运算的 当你把这个搞明白过后呢 后面我们就好好好说了 我把这个属性呢 稍微把它那什么样 高度加高一点 好 请看 我们来看看他这个是怎么拿 怎么算下来就是负一呢 这个很奇怪 我们来看看啊 来看一下 首先 一的这个 先把他补码找出来 因为他的补码和原码是一样的 所以他这个数应当是零 呃 前面这个应该整个这个是多少 是一 好 这这中间这个全部是零啊 中间这个全部是零 我就没话了 呃 负二 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负二因为它是个负数 所以你要找到负二的这个补 这个这个反 这个补码呀 你要这么去找 我们现在看看这个负二的补码是多少 这个比较比较老头 你不能把它原码拿去运算 原码拿去运算 你发现呃就得不到你的结果了 怎么达到这个补码呢 根据我刚才这样一句话 呃 负 负数的补码等于他的反码加一 可是反码又是多少呢 好 反码是他的原码符号位不变 其他位取反 好 我们先把这个负二的这个 负二的这个 反码先找到啊 我们先把负二的原码拿出来 注意 我们现在看他的原码 我们先把他原码 我们讲细点啊 他的原码你怎么看呢 就这样来看就好了 呃 因为他的原码是一 他的符号位是一 后面到这个二的话就是一零 对吧 最低位是一零 中间全部是零 这是他的原码 我们看看他的反码呢 反码是 他的反码是这个符号位不变 符号位不变 其他的通通怎么样取反 那就是这中间全是一了 这个地方是零 就是低位 第二个低位是零 这个变一 没有错吧 好 然后你再找他的补码 你再找他的补码 根据我刚才定的这个原码 补码是他的反码 加一 那你这个加一过后呢 你看这个比较容易计算啊 补码就是一 这中间全是一 中间全是一 全是一到这儿的地方啊 你这加了一个一吗 所以他就是一零了 注意看这就是他的一个什么呀 呃 补码 他的补码 好了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补码呀 挪到这个 这地方来进行这个加 那么你把这个补码移过来就是一 中间全是一 对吧 全是一 注意注意注意 到倒数第二位的是一 这个是零 没有错吧 好 我们现在把它加起来 怎么加呢 你看 这个地方是不是呃 一加这个 一加零是不是还是等于一啊 这边是不是也是等于一 这个地方是几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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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那边全部是一 全部是一 全部是那那全部变成一了 好 那有一个人说老师这个好怪啊 你看这个数怎么可能是负一呢 注意 因为你这个完了过后 你注意一看 哎 它是一个负数 对 你要看他这个结果是不是负数 一看是个负数的话就意味着这个应该是这个结果的怎么样 补马 注意啊 他这个运算出来过后是一个数的话 你看他这个符合位是一 你就知道他是一个他是一个负数 他是一个负数的话那就意味着什么呀 你你要看这个数你要你要换成什么 你要他在计算机世界里面他是补马的方式 但是呢你要换成什么呢 你要看他结果你要把它换成咱们的这个圆马 这就比较比较有意思了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那有些东西也听到说 这个怎么可能是负一呢 因为你运算过后啊 他整个都是以补马的形式存在的 所以说你一看 你首先看到高位是一 就证明这是个负数 这是个负数的话 你就要把它把它还原 因为负数的这个圆马和补马是不一样的 那么如何把这个补马再换成我们的圆马呢 那这个很简单啊 那我们反其道而行之 不就完了吗 反其道而行之就完了 因为你这个 这个这个补马是怎么来的啊 补马是他的繁马加一的 那我现在减一 是不是就变成他的繁马了 能跟能跟上思路吗 就是这个在减一 这就是这个结果啊 我用这个红色的包起来 就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啊 我现在把它取回他的 把它找到找到他什么 找到这个这个负数圆马 圆马这个繁马 那么就减去一个一 减去一个一的话 你看 这减去一个一 减去一个一的话 那这没什么好说 减一就变成零了嘛 这个是零 对上啊 就变成零了 那这个变成一 好 其他全部是一 那这没什么好说的 这全部是一 好 这个注意啊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什么码呀 这个是繁马 繁马你 你不注意啊 繁马是又是他的圆嘛 什么呢 他是符号为不变 是取反的 所以说你现在又保证 保证符号为不变 再全部取反 中间全是零 出来了 负一 是不是又负一了 有的是这样子的 你们去试一下 就是这么来的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啊 最重要的 那如果这个结果 是个证数的话 你就不要这么去做了 那是多少就是多少 这这点是特别重要的 如果你加来 这个运算这个结果 他本身这张 拿的是个零 那你就不要这么去导腾了 一看就看出来是多少 只是负数 他要要这么导腾一下子 好了 有了这样一个基础的话 那现在我觉得 回答下面几个问题 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看一下 好 刚才啊 给大家看的这几个 这两道棋啊 其实呢 是这样子的 其实就是 一个就是未运算符 一个就是一未运算符 所以这两个概念不一样 未运算符和一未运算符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未运算符呢 未运算符啊 是这样子的 分成四 分成四的未运算符 分别是按未 按未 按未与 按未与 按未或 按未亦或 按未取返 那么我现在说一下 他们运算的规则啊 按未 按未与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两位全为一 结构为一 大后我说 两位全为一 才为一 按未或 两位有一个为一 则结果为一 按未亦或 两位 一个为零 一个为一 结果为一 就必须要不一样 才为一 按未取返 这个就太简单了 零 变一 一变零 好了 现在我们有这样的基础 又有刚才那个 原码反导不码的 这样一个基础过后呢 我们反过来看这个题 就应该非常轻松了 我们先看这个题 好像是这 我们来一起来研究一下 一起来走一走 好 首先 我们看到 他现在应该是 取反的 那么首先 我们找到这个二 一看二是个正数 那太容易了 我们来看看 二是一个正数 二是一个正数的话 那这个我们就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 非常轻松 二是一个正数呢 首先高位为零 啪啪啪啪啪啪 走到这 一零 取反 这个取反呀 贵同学 这个取反的规则是 取反 我看看取反是 取反是这个通通 他不管取反是 不管这个符号位的 他是通通的 零变一一变零 那这个就好好好做了 那就是一 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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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到这来 零一 好 原来说 这个东西怎么看呢 注意 他取反完了 过我们一看 他是一个负数 这个时候 你要知道他的值啊 你可不要这么 马上去去算啊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你看到 一看这个地方 因为高位是一 你马上就知道了 说韩老师讲过 这个高位是一的话 是一个负数 那么要看的话 就应该把这个数 转成他的圆码 那么圆码的规则呢 又按刚才 我刚刚讲过的这个原则 先把先把 其实这个是一个补码 先把这个补码 换成他的这个 他的反码 再换成圆码 但有用的老师 我有更简单的方法 呃 更简单的方法 肯定是有的 我们先按套路出来 取反的话 还是老规矩 这个高 呃 反马反马 补码是 先减一 先减去一个一 好 先减一 这东间都不动 那这个就零零了 对不对 就零零 因为你减一了嘛 然后这个是他的反马 反马过后 再再变成这个圆码 就是符号未不变 呃 其他通通变 啊 这个就一一 哎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经过这样一个取反过后 他的结果应该是多少呀 负三 有没有说是真的是负三吗 我们可以试一下吗 呃 我们可以可以试一下 现在我们就 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是不是等于负三 我们现在经过我我们这个运算 我们觉得结果是负三 呃 是不是负三呢 但你这个要是肉眼看的话 基本上看不出来啊 取反怎么会变成负三呢 很奇怪 咱们来看一下 我们举个案例就可以了 呃 咱们就经讲一下啊 经讲一下 哦 他说这一段有一个这个 我们建一个包啊 还是老规矩 就特别喜欢建包 把包建好了过呢 我们到时候就不打架了 先把其他关闭一下 注意如果哪些文件你不要的话 你就全部关闭 怎么关闭呢 点这儿 有个close all 像有些像这种工程呢 大家看这种工程 现在目前就是属于打开的状态 如果你不需要的话 建议大家把它关闭了 这样对你呃 类存特别节省 就close project 就关闭了 关闭了过后呢 你其实就会发现 你的这个项目跑起来快一点 这些东西都可以关闭 好 我把这点一下啊 现在看我的第一个测试程序 把这个主板数 我就直接怎么样 勾上了 我就直接勾上了 那么我们来看第一个案例就是 我们认为这个结果是多少呢 点 好 我们是取反啊 二 等于我们加上 把这个最好是把它刮起来 这样保证它的运算 级别 优先级别 好 我们看看是不是等于负三 结果等于负三 是这么来的 大家终于明白什么回事了 好了 我们再看一个 我每个都举一个案例就可以了 下面我就不能说那么多了 二 这个 与上三 那这个对我们来说就比较简单 因为两个都是正数 一看就明白了 两个都是正数的话 我们看看二与上三 二 这个这个符号 我还不好画啊 那么我们看看这个 二十正数 那就零 那我就直接画了 因为只要你熟悉 你就可以直接来写了 三 一 一 与的原则是什么 要都为一才为一 那这个因为他两个都 他一个零一个一 那当然只能是零了 这两个都为一 那不用说你看这个结果 应该能一 正二 老师是不是正二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看是不是正二 当然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他要是错的话 我们也不敢这么去讲了 加上为了保证这个级别 一定不出问题啊 我把它那个加个小括号 其实不加也应该可以 好走一个 答案正二 好没有任何的问题 你再看第三个题 二 或上三 二或上三呢 这个也很好 也很轻松 或啊 或就是说有一个为一就为一 那这个当然 当然这个应该比较好做了 那这个 你看这个有一个为一啊 这个也有两个为一 那更是一了 中间这个都是零 就不用看了 一看就应该是正三 就是正数 我们再看看 就是二 这个这个 或吧 好像是 或上三 等于我们把加起来 二 或上三 我们看这结果啊 OK 当然应该 等于真 等于三了 这没什么好说的 我们再看下面这个案例 而这个负数啊 我专门取了一个负数 让他 找 让负数来这个取反 我们来看看这个啊 这个负数 他有 有 有 有些特性 我们来看负数 而且我还取了四个 负五 比较麻烦的一个数 那么这个数 你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你不要忘了 老实说了 不管是什么数 他在取反呀 或者负啊 什么 全部通通是以 补骂的方式来走 所以说你首先啊 要把 要把他拿的补骂 先拿到 不然的话 你这个结果就会错 那么 首先我们看看 这个先把圆马找到 先找这个负五的圆马 你不要上去就用圆马做 很多同学一做 因为他这个习惯性的 马上就用负数 开始去那个 那个取反了 结果 就大错特错了 当然这个圆马 对我们来说 还是比较好找的 高位为一 后面这个是五的话 先想一 零 一 对不对 能力解啊 这个一 这个是 这个一代表四 那就可以了 好 我们看他的反马 反马对我们来说 应该很轻松 高位不变 其他通通取反 这全部都是一 全部都是一 全部一到这来了 零 一 零 好 这个还不算完啊 你还把它不骂算出来 不然的话 你肯定是要错的 补马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一 这个当然也很轻松了 加一那太好 太容易了 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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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中间我就没画了 再一 一 一 呃 这个应该是零 一 一 好 这个时候 你在这个基础上怎么样啊 取反 对了 这个很重要 你不要上去就圆马取反 那就那就那就 那就错了 好 你对他再取反 再取反的话 那就我们看一下了啊 这个取反就很容易了 因为取反 他不涉及到这个 这个其他的符号 为什么的 就通通取反就行了 零零零零零 中间全是零了 最后到这儿了 到这儿了 小心点 一 零零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你要不要再去看 再把它换成圆马了 没必要了 因为我一看这个是什么样 证数 我一看是证数呢 我就你就不要再倒腾了啊 你都是又跑去说 韩老师说的 再把它换成 换成这个圆马了 那就错了 因为你看高位是个证数 那没什么好说的 以上来这个就应该等于几啊 等于是 所以我们认为 负无取反应该等于正式 那我们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这个 说实话 这个题有点烤人 我认为应该是正式啊 如果不是正式 咱们再再看看吧 因为也不是经常做这种题 我是多少 整多少 负无取反 负无取反 等于 加上 负 负 这个这个有的 我们刚才是不是正式啊 这个很关键 这个很关键 嘿 还真是是 再次证明啊 再次证明 咱们那个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是完全正确的 你要第一次做这个题的话 一般来讲 你就是知道这个答案 你不知道为什么 但你知道知道这个答案了 那我怎么换都可以了 我怎么换都可以了 尤其是记住刚才那一点 老师的一句话 就是说 如果结果是正数的话 你就不要再导成了 如果他这个是一的话 你再去帮他换成圆嘛 这个太重要了 好了 然后我们再看下面的 还有一个疑惑 还有一个疑惑 我们看看 这个我就 这两个我就不说了 再看一个疑惑 这个疑惑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疑惑啊 就是说 只有两个不同的时候呢 就取一 负三和三的疑惑 我们看看 我们看看 负三 亦或上三 那么根据我们的原则 这个首先你要把这个负三 换成他的这个 什么呀 补马 我们看看负三的圆嘛 是多少 我们看看啊 他的圆嘛 他的圆嘛 应该是 一 一一 他的繁马 应该是一 不变 这中间全是一 最后变成零零 他的补马 所以一定要是他的补马 补马是一 一一一 中间全是一 最后这个应该是零一 好 补马拿到了 我们再看这个三 三是正数 所以他的圆嘛 不麻 相同 那就很好办了 就是零 零 中间全是零 然后这个应该是一一 好 这个时候呢 你来一个疑惑 根据我们这个疑惑的原则是 只有两个不相同的时候才为一 那么这个就好办了 这个应该是零 这个应该是一 这个是一 是不是那全部都是什么呀 一 全部都是一 别人说了 我这有点晕了 再想想啊 疑惑 疑惑啊 疑惑 疑惑 注意看是疑惑 疑惑的话 这个应该是零 这个应该是一 这个也应该是一 证明中间全是零 是吧 这下面全是零 好那全是一 好这一下又完了 你看这个结果呀 你看他这个是个负数 你又把它转成这个 因为它是负数啊 你看 好这个时候呢 现在你又要把它变成他的什么呀 先变成他的这个繁玛 繁玛是在这个基础上减一 减一你看看会得到什么呀 这个减一就比较麻烦了 减一 这个进一位 进一位啊 进一位就变成一 这个变成零 好 这后面这个全部是一 减一 然后咱们再干什么 再取反 再取反 再取反的话呢 这地方要注意了 再取反 符号位不变 再取反 好 我就这样子 一零 根据我这个算下来 他这个一或过后 他应该是负二 反正我认为是负二 我们看是不是这样子啊 我认为是负二 一个是我们看这个结果是谁和谁不 是负三和正三 负三和正三 负三 一或这个符号呢 就在上面能打出来的 加上一个负三 一或上这个正三 我们看结构是多少啊 看看这个结构是多少 刚才我们是说的是负二吧 哎 还真是负二 所以这样子 证明我们这个疑惑也深切的 好 关于这个未运算呢 咱们就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我们接着再看 还有一个叫做 这个算术用意和算术作意 这个也有点麻烦 说实话 这个东西真的要搞明白 真不容易啊 别看他简单 我们来看看这个 除了这个未运算 四个未运算之后呢 这个甲瓦还提供了三个 一位运算符 这个一位运算符啊 曾经有一个题考这样考 考一个人说 呃 原先我们班有个同学 也做过这样一个题 说如何判断一个数 是二的n次方 哎 这个题出的特别好 是二的n次方 呃 用最快的方法 还有还有一个提示 请你把一个数 用最快的速度 让它变成原先的两位 比如说我乘以二嘛 这个速度太慢 人家用一位运算 啪一下就就 就变成两边 那速度是最快最快的 呃 所以说他他问你啊 就是这个 一位 现在未运算和 一位运算是速度最快的 因为他这个 直接在内存里面 已经操作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不需要压占了 这个就好 不需要压占了 我们看看 呃 加到三个一位运算 一个是 这个符号 我就不念了啊 一个是算数右移 算数左移 这两个叫算数右移 和算数左移 那么 算数右移左移的 规则是什么呢 大家请一定要记清楚了 这个尤其重要 不然的话 你做着做着又开始晕 两大原则 我总结了一下 有些书上往往都不写这句话 不写这句话 基本上都是错的 你马上就会晕 前段时间 咱们把有个同学做这个 就是因为这个符号位 不变这个地方 哦 就这 就这句话 并用符号位 补义出高位 这个太重要了 如果你用别的来补的话 这个就错 算数右移啊 算数左移 算数右移是低位 一出 符号位不变 并用符号位 补义出的高位 啥意思呢 大家我解释 算数左移 符号位不变 低位不离 其实算数左移非常轻松 算数左移是最最容易的了 往这边往这边 往左边移动 往高位这边移动 然后呢低位补零就容易了 那算数右移 他就是说 呃 要符号位不变 这是第一句话 你让你往这个右边移动 可不就是说 符号位不变 过后你那个 最表示值的最高位 不是也就往这边移动了吗 那那个地方用什么来补呢 是用符号位的那个数来补 意图的高位 好我们来 我们先不说那么 那么复杂啊 我们就来举例说明 因为我觉得案例是最好的 案例最好的 我们先看一个一 算数右移二 我们看看这个题 我们认为结构是多少 我们来看看啊 根据我们的这个运算原则 根据我们的运算原则 是一 又 算数右移二 后面这个二代表什么呢 代表你移动的 移动几位 这个一代表 每个数被移动 所以说你首先要找到 一的这个补码 对 不管是未运算 还是以未运算 通通都是以补码方式的 牢牢记住啊 所以我们上来过后呢 先找到这个一的什么码呀 补码 一个补码特别好找 因为它是正数 零码 啪啪啪啪啪啪啪 一 像这个 像这个右边移动 根据我们刚才定的这个规则 根据我们刚才定的这个规则 算数位是低位溢出 符号位不变 并用符号位 补义出到位 这个很容易啊 一个移动两位 这个一移动过后 移动过后 这个一就跑这来了 但是这个位置就用零部上了 不是 它不是零部上了 它是有这个 前面这个数往这边移动的 可是前面这个数是几啊 是零 所以说它就变零了 可是你移出过后呢 大汉符号位不变 那你就跑了个这位 这位不就没有了吗 那怎么办呢 用零部 所以是用零不是用一部 好 移动一位再移动一位 那肯定是零了 正一没什么好说的 对了 这应该是正零 正零就是零 对吧 正零就是零 好 这样子的结果 我们认为 它就应该是零 我们因为它这个 移出来过后呢 这个符号位是零 又是正数 所以说不需要再换成这个圆码了 所以我们认为 它应该是零 我们来看看 看看啊 我现在也 也就 也就这样子了 哎 我就直接把它打出来就行了 咱们也别接收了 点 我们来看看这个 一 算数 又以两位 加 这等于吧 就直接把这个等一项 然后呢 在这儿做一个 OK 好 各位同学 我来运行一把啊 我来运行一把 完全的正确 完全正确 嗯 那么 下边 呃 还有 还有一个 提示 还有一个 还有提就是 这个 负一 算数又以 这个呢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待会儿再讲 先歇会儿